来 狐狸 睡了吗 开下门吧 我睡了 你晚上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给你煮了一碗 你爱吃的雪菜肉丝面 你开开门吃一点啊 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 每到临近考试 我跟贝贝都会跑去你家 开夜车的补习功课 那个时候 你妈妈每天都会煮一大锅的 雪菜肉丝面给我们吃 我猜我做的 一定没有伯母做的好吃 你还敢提代我吗 你是怕我妈在天上 看不见我现在 这么悲惨的样子吗 对不起 你慢慢吃吧 不要走 留下来陪我聊天 聊什么呀 尹建平 我不想聊他 更不想跟你聊他 可是我现在只想聊他 聊他的家人 狐狸 路是你自己选的 人也是你自己挑的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把想要的都得到了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现在后悔 是 我是后悔了 我非常地后悔 现在可以聊了吗 我错了 我嫁给建平 就是一场悲剧 打从金如影家的大门 就从没消停过 全是建平的事业垮了 别说卖了 接着 半回影家 跟那两个老人住在一起 我的悲剧就开始了 你真是从何说起啊 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那个老头 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我 他就是拿钱去接近你 对我 只是另眼相看 一毛不拔 建平就更别说了 他没了工作以后 成天待在家里 我的日子更难过 他没了事业 没了收入 对落 也没像从前这么好 幸亏我还有一间婚纱店 不然靠他们影家养 我的日子 岂不是更难过 至少建平妈妈 应该对你还不错吧 别提那个老太婆 那个老太婆心里只有她儿子 建平自己不争气 失业垮了 她却暗地地说我是扫把心 她表面上对我好 只是因为我怀孕了 怀的是他们影家的骨肉 有时候我在想 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你跟建平在一起的时候 建平的事业如日中天 可是我一跟他结婚 他的事业一夜之间全垮了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啊 这些年 我的工作都没起色 要说嫁人 本来是奔着荣华富贵去的 结果却是一场空 难道真的是因为 我破坏了你的婚姻 我才会得到这样的报应吗 我知道你嘴上不说 可是心里 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对吧 你笑吧 反正你现在怎么笑我 我都认了 笑啊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如果是的话 我就不会那么轻易地 把眼见屏上给你 你别这么说话了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恨我的 虽然你离婚了 事业 也遇到了一些小挫折 可是你的命 就是比建平好 就是比我好 你还遇到了爱你的人 而我 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 建平有东山再起的能力 尹家一直期待 能够有自己的孩子 以后不管你生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 只要孩子一出生 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得到改善 这一点 我比你了解尹家 可是我不知道 能不能撑到那一天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 建平他有真心爱过我吗 如果没有 要这个孩子有什么用 孩子 是一个家庭的稳定计 对一般的夫妻来说 只要有了孩子 责任感都会比以前多很多 尹建平 不是那种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 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 我早就离开他了 我狐狸这辈子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动手打女人的男人 这边他又打你啊 杰平他又打你啊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很悲哀啊 居然得向我老公的前妻诉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 高高在上的狐狸公主吗 你怎么不说话 怎么不说话 说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是 你知不知道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就已经先爱上监品了 只是那个时候 我就在爱装骄傲 爱端架子 所以 才被你截图线登了 这件事如果我不说 你永远不会知道 对不对 把面吃了吧 你可以在这里休息两天 调整好心情 就赶快回去吧 王晴 昨天晚上 谢谢你跟周凯文把我带来这儿 我真的无处可去 不然 我真的无处可去 为什么你总是受到幸运之神圈过 离开监品 就肯又回到你身边 为什么我什么地方都不比你差 却不像你这么幸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